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回到第二節,有一個新聞,其實我自己都投了行 基本上我都看不明白,所以就要陳正雲博士去解釋一下 我都半投行狀態,但我覺得新聞是值得提的 你差不多是你的本科 但始終有些細節,我就儘量將一些最中間的訊息去告訴大家 好,其實我們先去電腦版面,其實我很坦白說我看不明白 他就說,去到標題看看吧,他就說物理學家 終於有人給了一個Hydrogen 一個氫 molecule的Wave Function 即是波含數的形狀 應該不是,他就說Square of Wave Function 我講得白一點,其實就是說我們經常講 那些這樣的電子在原子的周圍去運轉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雲來的,一個機率分佈來的 即是其實那裡就是一個量子世界開始 我們不會說那個原子外面就好像有九大行星 這樣繞著原子核轉,我們不是這樣想的 其實就是用來跟初中心講還可以 但去到高中甚至乎大學,我們就說 其實外面就是一個很零散的一個電子雲分佈 包住在這個原子核的外面 我們就說這個是用量子力學去理解那個電子分佈 因為它是一塊雲,有些地方機率高一些 有些地方機率低一些 而且會有不同形狀的視乎它那個量子 即是外圍電子的激發狀態 其實在那個量子力學的理論裡面 已經將所有這些電子雲的形狀 是計算出來的 無論它是在最低能量的Ground State 即是N-1,N-2,即是不同的能階的時候 它那個可行的電子雲的形狀分佈 全部就是由量子力學這一套的物理數學去掌握 我們由一個角度講 就是量子力學就是專門描述這個微觀世界粒子的法則 的那套數學 那具體上它描述了些什麼出來呢 就是這些這樣的機率分佈 哪裏的機率率高一些 哪裏的機率率低一些 整個輪廓形狀的電子雲 即是機率分佈的機率雲 那個形狀是怎樣呢 就可以由量子力學計出來 以往我們的技術來講 如果純粹是單一粒的氫原子 一個原子核再加一粒外圍電子 這個大學二年班的功課就可以計算出來 計算是容易 到真的你用實驗來驗證來 去度回那個電子雲的形狀出來 原來是很近期 即是近年才能夠做到 我也理解到為什麼 你用幾小的顯微鏡才能看到 而且就是說什麼為之看到呢 這個量子世界就是 因為你射一粒光子下去 它已經打散了它 是 我們會這樣講的 就是說 在量子世界片 你當你嘗試去度一下這件事的時候 它就會立即去踏縮去某一個位置 即是你如果想問 這粒電子現在它在哪裡呢 你找些東西去度一下 譬如說通常就是 我射一粒光去度一下它 看看它怎樣反彈 它一同那個入射的光 一去相互作用的時候 它就會立即變回做一個點 即是由一個雲 這個我們神秘之是講的 即是會立即現形了 但怎樣去具體來去知道整個雲的形狀 甚至乎用什麼方法來讓我們看到呢 其實那個實驗細節 都不是太容易理解的 但你可以大約理解到 所以就是說你都需要用一些 即是很多次的累積的統計結果 來去問一下 那對於單一粒的氫 不是氫分子 氫分子是有兩粒氫在那裡的 氫的原子 單一粒氫的原子 它外面電子雲的那個波銜數 整個機率分佈呢 我們懂得計算 而且近年呢 都讀了很多 都讀了十年八年 即是十幾年了 但是今次這個新聞呢 其實值得講的是 是對於氫的分子 其實我們 即是 其實大氣術裏面沒有什麼氫 但基本上我們在地球裏面 在我們現在這樣的環境裏面 一旦我們找到氫 那些氫通常都是以這個氫分子 來去存在的 這裏有個很蠢的問題 其實那些波是否是氫來的 即是我們如果氣球打進去 其實很多時候是海氣球 海氣球 但是都是輕的 都是輕的 但是就不會爆炸 所以你說一般拿來去賣給小朋友 就不會說用氫氣 但是為什麼 譬如說你地鐵那些都不方便帶這些呢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喜歡用一個金屬的氣球 即這個氣球本身是有金屬成份 容易去引雷 即是容易去 你真的會被裡面的電去電親 即是這個題外話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現在呢 一般娛樂啊 民用那些呢 他給你害氣 其實就是 就是Helium Helium呢 通常就以一個單個原子 這種叫做Noble gas貴族氣體 大家有讀過化學就知道 通常都比較用一個單一粒的成分來存在 因為它的外圍電子已經是滿足了那個穩定的要求 但是一般好像氫的原子呢 它那個外圍電子呢 更加有利於它呢 去跟另外一個的氫原子 就以一個分子形式 一孖一孖地出現 所以我就說H2 現在這裡是說的 那個H2 這個氫分子的外圍電子 其實它說H2 就是裡面你也有兩粒的外圍電子 一粒氫就有一粒外圍電子 現在是H2 所以它外圍有兩粒外圍電子 對於這個氫分子外圍的那個電子雲分佈呢 我們是量度出來的 其實就算是一定算出來的 因為都是量子力學的 但是在這裡來講 終於有人叫它量度出來 所以我這裡會說 就是大家最主要留意就是 萬一如果中文媒體 未必是那個報道的人錯 但是有時候可能我們理解的時候 很多時候以為 哇原來我們第一次 第一次叫做量度到那個波銜數 那這裡要小心點 它量度的不是一個氫原子的波銜數 它是一個氫分子的波銜數的二次方 它這裡是square of ray function 其實波銜數這個東西 不是可以直接觀測到好的一個量來的 但是波銜數的絕對值的平方呢 就是機率 那個機率這件事怎麼定義呢 就是波銜數的一個絕對值的平方 那我們現在量度就真的量度到那個 電子的機率 雲的那個形狀 就對於這個氫分子是量度 第一次量度到的 但是這個是不是現實的東西來的 就是說這個是只不過是那個圖像 而不是說我們量度的時候會看到這個東西 你也可以說它是一個現實上真是這樣形式存在的東西 但是我們不是可以用眼看的東西 但是透過這個量度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可生成 即是生成一個影像出來 而這個形狀也是跟我們的量子力學計出來的問題 是的 那用一個很韓的或者很蠢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想像就是 那個電子的分 電子雲的分佈 就像現在的圖裡面這個形狀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們當然也要問一下 就是它對於一個氫分子的一個什麼能量狀態 譬如說它被激發 上面的電子更加多的能量 那它整個形狀都會變了 其實就會 又會不同了 大了少了 甚至整個本身的那個形狀對稱會有不同的 這個真的要計出來的東西 就是大家可能會問 算了算了算了 為什麼還要做出來讀到呢 但是其實我會說 這種真的能夠讀到那個電子雲 那種機率分佈的這種技術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真的能夠給到一個 對於我們的量子力學 有一個更透徹的了解驗證的方法 當我們能夠處理到越來越複雜的化學分子的外圍電子雲 最後就是它未來 我會說 將整個化學可以叫做轉去量子物理學 那我們對於那個化學反應 就可以有一個更加深層的追蹤 我們真的更加看到就是 那個機率分佈是怎樣去變化 在一個我們本來只是寫到一條化學式的那個化學反應裡面 怎樣再去細分一些仔細的步驟 去更加透徹地由最基本去了解 去到一個量子力學的層次去了解所有的化學 而且這裡是提供一個非常之有用的實驗手段 以我韓文的看法就是 遲了一天就沒有化學家的了 只有這個量子力學的 量子物理學 其實就這樣說 因為很多化學家都懂得去做這件事 如果可以追溯到Linus Pauling 他本身就是一個量子化學的開山組 好 我們結束完回來正常的畫面先 我要講第二件事 不是 不是 老實說這件事 就算聽完你 我也是有少許一塊雲 一塊電子雲 是 因為我自己也不敢去講到 具體上是怎樣量度到電子雲的細節 還有我不明白為何有一個Square 但不要緊要我們不要再糾纏這個問題 沒有辦法 這兩子力學本身是基本的定義 是 OK 另外一個其實就是神秘知識的題材 但我這裡講一點 因為待會比較重要的新聞 我們會花上時間講 其實我們可以去電腦版面 這個就是以前我們看一部電影 叫做普羅米修斯 我解說的新聞就是 在黑澤米爾一個地方 就是在沙洞裏面 他們就看了一個壁畫 不可以叫壁畫 就是那些岩畫 就是在沙洞裏面那些 就是那些黑上去的符號 最初以為純粹是那些人打獵的 但是後來發覺就是 咦為何有兩個太陽呢 我馬上想到後藝射入 是啊 他們不是十個太陽 是兩個 他現在這個解說 但就是這個在六千年前 在顏洞裏面畫出來的超新星 你說得可信性高不高 嗯 都是那句 即即即 singles講考古 ows講科學 有沒有另外一個independence reference 去驗證這件事 你說如果 他有他講 你有你講 因為這件事是一個 全世界性看到的東西 如果真是一個超新星的話 如果我們真是能夠找到 世界上的另一個文明 那說真的 如果六千年的話 其實埃及應該有能力去 埃及他喜歡把這些畫在石頭上面 如果埃及都有記錄了 那我會認為是 為什麼你會覺得全人類都會看到 因為是這樣的 這些超新星是那些 真是用肉眼就會發現到的現象 譬如說 是很大的 是很光的 即是有一顆星 日頭都亮著的 那個個有眼就看到了 譬如說如果你說 古人類 古代的 不要說古人類 即是不要說到原始人 即是古代的人 他記錄了這個超新星爆發 最出名的 亦大家都深信不疑 就是宋朝那個客星的記錄 叫Gastar 即是他用字叫客星 那就是突然之間會在白咒出現 而歷時幾個月都可以在白咒上面看得到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相信這個古代宋朝人的記錄 就是正確呢 因為他的記錄有詳細的記錄 他講明什麼方位 日頭和歷時幾來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超新星的一個很大的特質 那你的文字上面寫了 是一路去到什麼時候 然後星光慢慢才燒暗 然後也都在大約那個方位 真是認得到一顆 真是大約是一千年前到爆的一顆星 現在就是那個蟹狀星雲 即是現在畫面看到那個 即是他和我們今天一千年後的追蹤的觀測 和他當時的文獻記錄是非常吻合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也極願意相信 即是宋朝人這個記錄 那顆就是超新星 現在在這裡 即是我就沒仔細看到他們 譬如說那個印度那個山洞裡面 他就用一個純粹圖來記錄 是呀這個最大話的 是呀如果你還可以有一些證據 幾方面 講到它是歷時多久 即是或者就是用一些文字 文字是比較難的 用一些任何形式符號的圖畫 形式去記錄 給多一點線索 告訴大家什麼的話 我們才知道他是不是 又或者是有另一個獨立文明 他又原來記錄了一個類似的現象 而一個時期是差不多的話 那就更加可能是一些這樣的事情 是呀這個都是很多時候 我們去做所謂的古代的電代方向 現在這裡沒有方位 也都沒有歷時多 即是畫了兩塊東西 就畫了兩塊 是呀 所以這些就很難去畫一個 真是幾嚴謹的驗證 但我幾希望是真的 為甚麼 這些紀錄很難得才會有 但我覺得這裡很難驗證到的就是 他真是沒有一個方位和歷時幾多的紀錄 真是不知道在哪裡找 是 那他這裡有個說法 他就說如果這個估計是真的話 這個是人類的文明最早紀錄 是呀很難早去的 如果這個是真的 很難有其他文明早去的 就是我看就看歪級的 好那記錄人回到正常畫面 那就跟著這個 就真的要你詳細少說了 就記得上兩個星期 我因為做節目 神美知爺 我就去問你一個問題 我問陳雷文博士在電話裡 就是地球的自轉 那個速度有沒有變化 那就 我當然 就是這個問題本身 其實都是很可愛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少許 其實是知道變過的 是 但問題就是 變的那個因素是什麼 那首先我們要說 就是應該是轉慢了 是越轉越慢的 你可以想像原始人時代 就是起碼看到那個月亮會是近一點 大一點 另外就是看到日環食的機會 就相對是少一點 就是因為你的月亮比較近 比較大 現在月亮越來越遠之餘 跟著那個地球也都越轉越慢 那以前 以前是23個幾宗 那接下來可能是24個幾宗 即是我們的時間就越來越長 那是否代表我們享用的時間多了 那這個就 這個 這個 不知道 因為這個 你要感受到這個那麼長 我們身體那個演化已經是 絕對可以有足夠時間追得上 OK 其實我們去一去那個新聞 因為現在不是說那個長期的轉動問題 這宗新聞是幾得人害怕的 就是說 專家預計在今年 不知為何我們的地球的轉動是慢了 那當然那個轉動慢 就不是說我們在說現在 我們在說一兩分鐘 或者一定那個幅度是很小 如果騰一那一分鐘 很大件事 那些果就很大鑊 但即使這麼小 他說會預計 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今年的地震會多 那你怎麼解釋這個 就是要問你在學角度 怎麼解釋這個 整件事的故事就是這樣 現在就看到就是說 他在說是未來這一年 還是未來這一年 他就說因為地球本身的自轉 再慢了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一向就算你不要理其他事情 地球作為在這個太陽系裡面 它的自轉都真的越來越慢 慢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上面包了一層液體的水 就等於那些海水阻止地球轉 一路去絕著 而且你有個月亮幫忙扯著那些水 跟著你整個地球 又要在水裡面這樣一路去轉 它又帶動到一些水 轉又帶動不到一些 那所以你可以想的就是 這些水就好像一個 很稀的一些漿湖 去漲著地球 令到它減慢來轉 當然它那個歷史 就需要一個相對比較長的時間 現在我猜一下 即是台長你說的這個新聞 他就說 他在這個效應之上 再有其他意料不及的 轉慢的一個幅度 原本我都預計他這樣是很慢慢地轉慢 但現在似乎又再有些 突然之間又看到一些轉慢 再轉慢多些的情況 那在這個背地裡發生什麼事呢 那幫專家就說 估計是會多些地震 但為了純粹用物理學來去想 就是什麼呢 大家去玩雪劇啊 踩冰啊 但是讀中學都是用這樣的例子 你看那些運動員跳得很漂亮 開始就轉得很慢 將整個人的身體縮到中間的時候 就會突然轉得很快 但那個要自己加能量 是的 基本上就是我會說呢 你那個人或者你整個那件東西 上面的物質分佈有變化的時候呢 就會令到你的自轉速度快了或者慢了 你爬上一個騰騰轉 你一路出力向原心走的時候呢 其實整個物質分佈就會吹向了中間 再去一下電腦版面先 這個標題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不知為何今年會慢了 是的 我這裏一路就播著這一個這樣的新聞的畫面 我一路輕輕地講解下去 就是如果 玩騰騰騰轉也是一樣的 你如果轉開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自己出力去走到中間 其實整個轉速是會快了 但如果你整個人一起向外圍去散出去 整體上就會慢了 即是說 不說那麽多那些仔細的物理的terms 其實就是當一件旋轉的物體 它如果更加多的物質分佈 是去了在它靠外圍邊邊位置的時候呢 它的轉速會減慢 但是如果那些物質是匯聚在中間的時候 那轉速就會加快 這件事可以解釋到很多天文現象 不要說我們現實上在地球上看到的東西 即是那些流冰運動員那些轉動 甚至乎為何中止星會轉得那麼快 就是因為它整個萬有引力 將那些物質一路向著核心扯進來 所以大量的物質匯聚在中間 所以那顆星就會越轉越快 如果地球我們看到有一種突如其來轉慢的時候 物理上第一件事告訴我們 就是更加多額外的物質 向著地殼分佈 也就是說地殼靠近地表上面那個物質的密度 和壓力都會相應提高 意味著那裡壓力多的時候呢 地震火山爆發發生的機率應該會高的 即是如果有一個很純粹地球物理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說如果地球轉得慢了 意味著地球本身的物質分佈多了一些東西 是由內面擠了去外面 令到外面其實構成了那個壓力更加大 那這個可不可以用我的講話去講 就是說其實是那個離心力和向心力之間的角力 你可以很粗淺地理解 大約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就原本 即照計算應該有一個平衡在那裡 但是可能裡面是有一些 我純粹斷估計 有一些突如其來的對流、喘流 一些在岩層下 即地蠻裡面的活動 我們看不到的 其實我們對地蠻裡面的那些運動 其實知道的不多 突然之間有一些很古怪的喘流 將更加多的這些熔岩物質向外壓了出去 於是就令到更加多的物質擠了去外面 令到那個地殼的本身的壓力去多了 那你地殼壓力多了 一定是意味著這些地震 火山爆發的機率高了 是啊 那另外他還提到這裡 因為天一發而動全身 他說連那個地球的磁場也有所影響 嗯 那這裡我還未即時想到一個很物理的機制 因為地球磁場 就主要是跟那個地核本身有關 那他這個快慢跟那個地球磁場本身 另外就說地球磁場本身 也都跟那個地心裡面 地核裡面的那些對流運動會有些關係 那我暫時未好知道那種對流運動多和少 對於他的地球磁場是會影響幾大 就是既然就是說地池本身跟那個地核和那個地慢 本身裡面的對流都有多多少少關係的時候 就是他們應該說外核和內核本身 那個相互作用 那他那個對流有改變的時候 那其實就預計一下可能都會在那個地池裡有個 就是有個小小的 他用那個字叫Hiccup 好像擺了一個詩的那樣 就是 轉讀 就是那個 volatility 就是高低 突然有個起伏 那具體上起伏有多大呢 就不知道 因為始終就是我 我會說 現在物理學上 對於對流和喘流這些現象 其實就 很多時候只有一個喊字 那個掌握不是太厲害的 如果那個過程還要在地殼裡面 你連資料都沒有 就更加難 因為我們基本上沒有辦法直接去量到一邊的東西 很多時候要在外面鼓鼓一下 另外一個好行為問題想問你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喘動自轉的速度有變化 但是它會不會有波動 即是舉個例子會不會說 即是突然間會慢一點點 跟著翻回來 即是是均速來的嗎 應該是嗎 好在 即是應該這樣講 很大體上應該是均速 但是也是因為其實在地殼裡面那裡 就很多物質液態流動 運動 那這些流動的確是會令到整個物質分佈 是有些很細小的改變 甚至乎 那個長江三峽大壩都說會令到地球慢了 有有說過 即是 甚至乎有人說 如果地球人類文明繼續建得更加多些 摩天大坡都是會令到地球轉慢了 因為你更加多東西是分佈 即是分佈了在這個地 即是更加多的質量堆了上去 越來越遠地深為止 那我突然發現了 原來有一句說話叫做阻著地球轉 是有基礎 即是會說 又生得高大又住得高的那些人 就是阻著地球轉 阻著地球轉 這兩個統計數字 我們覺得都要和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說 在以往 一年大概讀到 譬如他講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 黎克帝制 看來應該不是的 M7 一年有15至20次大的地震 以往 但在近五年 他們懷疑由於地球轉動的速度慢了 導致大型地震的次數是去到25至30次 不要用由於這個字 要不然就好像有些cost and effect 大量是有一個相關性 我願意相信就是 轉得慢了 其實意味著地球上的物質分佈有所改變 然後結果真的會令到地殼壓力增加 我自己猜過因果班 大約是這樣 大家知道地震本身 它製造的破壞力相當之大 跟著又來海嘯 所以這個情況 我相信會直接在我們現實生活中 出現一個影響 有很多東西 既在我們自己人類文明 添加自己身上的災害 例如全球暖化之類之外 有些好像在地下裏面 我們掌握不到 但隨時可能發生的事情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去加重了我們現在面對的危機 這件事其實說真的 就算你用學者範圍裏面去看 都只能夠緊密監察 沒有什麼可以做 這裏都講不明白 在這麼多種自然災害裏面 最難掌握 甚至進度相當之美細的就是地震的研究 譬如風暴、水災 或者其他 大家看到的進步 這是由於我們有超級電腦 但問題就是這個運算過程 所謂的algorithm 這個發展 都不能令我們掌握地震的幅度 你有混沌現象 基本上你就勢有不差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所謂的chaos 最後一小時間想問你 這個轉動的狀況 它會不會到某一天 會去到某一個階段 會停下來 不會再有變化 按照計應該是有的 你看看月亮的例子就知道了 最後的月亮只會有一面 直接面對著地球 就是因為它原本月亮有自轉 但最後它的自轉停了一個地步 就是它和它的公轉是一樣的 於是它只有一面對著地球 另外背面的永遠是背向著地球 即是它一直跟著地球 你也可以想像是 到最後它真的消耗了的時候 去到 這個真的要計算數才知道 就是它會最後只得一邊的地球 對著太陽 另外那邊永遠是晚上 這個都不關我們事的 我們這代人都不用支援 但是這裡真的很慘 我竟然沒有一個數字去報給大家聽 因為我沒有想過你問我這個 那你可以和這個太陽系的生命 可以有多長去做一個比較 如果到時候原來它 基本上是長過太陽系的 即是長過太陽的壽命 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大家根本上不需要理會 對 好想我不是陳正恩博士的學生 如果是就有點尷尬 OK 上課的時候 但是不要緊的 因為為什麼呢 不要撞 因為物理學裏面 其實都是相當的一個廣泛的題材 即是科目來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是S3 突然間有一個問題 我們馬上解答得到 是吧 好了那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